《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中国篇 第六章 以恨立国 国已布国 2.中共把人变成非人 3.人和人就是互相骗 诚信危机大概是中国人最关注的道德话题 因为诚信危机直接伤害到社会上每个人的切身利益 从80年代的假烟 假酒 假发票 关倒 中国人就开始呼唤诚信 高喊打假 到千禧年之初 欺诈早已遍布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诚信危机使生活步步为陷阱 让中国人活得心力交瘁 到了今天 假冒伪劣现象泛滥成灾 从食品到住房 从商品到维修 到看病求医 到租用未婚妻或未婚夫拜见父母 无处没有诚信危机 今天的中国人真不容易 买菜买肉要具备鉴别有没有毒的能力 买房要成为识别住房质量的专家 小孩打疫苗要能够识别疫苗真假 甚至给红十字会等慈善机构捐款 也要能够鉴定其信誉 避孕药螃蟹 假鸡蛋 瘦肉精 苏丹红 毒胶囊 毒奶粉 假论文 豆腐渣酵舍 各行业的抄袭造假如今叫做山寨 人们已经见怪不怪了 因大量残留农药 激素 除草剂 杀虫剂 增熟剂 保鲜剂等有毒假裂食品造成的男人雌性化 性功能障碍 女人生理紊乱 生育能力低下 儿童性早熟 婴儿畸形等等现象 成为越来越严峻的社会问题 大陆知名医学专家断言 几十年以后 中国男人将不再具有生育能力 针对诚信危机 有人提出关键还是政府的诚信 这也没错 上梁不正下梁歪嘛 但共产党会讲诚信吗 让贪官们放弃前权交易 开放互联网让人读这本书了解真相 承认党的造假历史 这都无意与虎谋皮 有人提出需要加强法制 让造假者受到严厉惩处 不敢造假 但问题是谁来监督 执行法律 谁来监督执法司法人员 谁来保证治监局官员连结 终于 有人呼吁回归传统文化 中共也在讲传统文化教育 然而 在无神论的基础上 讲传统文化和中共已经破产的道德说教 有什么两样呢 告诉人们紫约诗云 人们就会坚持诚信吗 举例来说 当全行业都往乳制品里添加三句情案 而不需承担任何责任的时候 想要老老实实做本分生意的企业 就会面临成本竞争而被淘汰 这时人们面临的挑战是 应该选择即使赔本也要坚持诚信 还是随大流轻松赚钱 面对明明白白做好人吃亏的社会 被中共挖去神性内涵的党的所谓传统文化 给不出叫人坚持诚信的理由 实际上 如果我们找回神传文化中 被中共挖掉的内涵 这个问题很简单 对于一个内心相信三尺头上有神灵的人 做好人踏踏实实 诚实守信是上天赋予的为人之本 就如过去随处可见的庙语中写的 你哄你 我不哄你 人亏人 天起亏人 虽然不可能人人都如此坦荡 传统社会里也是有君子也有小人 但是在今天这样一个 人人害我我害人人的社会里 只要有部分甘愿持亏坚持道义的人 就会唤起更多人的善良 中国的诚信危机 从80年代民间呼吁到千禧年人大提案 政府报告专门提出打造诚信社会 到如今 社会学 心理学 法律学等各领域都在研究 数十年来 诚信反而越来越危机 这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发展中的问题 中国人因为共产党灌输的斗争和谎言教育 导致了大面积人群的内心封闭 保护自己 人很难真正相信他人 造成了一种畸形的戒备他人的心态 觉得世界是危险的 人与人都是虚伪的 靠山山倒被人们奉为了真理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成为社会常态 人们处理这种畸形的人际关系 很苦很累 又无法自拔 人人有推波助澜 使得社会风气更加恶化 数十年呼唤不停 危机不断的诚信问题 起源于传统价值被中共颠覆 起源于中共鼓吹的闷声发大财价值观 起源于人们在共产党挑起的群众斗争中 被迫互不信任 互相揭批 当人们想要解决问题时 发现一切努力遇到了中共就成了无解难题 因为问题是中共制造的 4.远远超过唯利是图 近年来 关于炫富女拜金女的报道层出不穷 不断引起社会的热议 某些年轻女子通过网络媒介 高调炫耀自己的身世 财富 手段 晒出自家的豪宅 名车 名牌包 手表 首饰等等 在某相亲节目中 当一位爱好骑自行车且无业的男嘉宾 问几位女嘉宾 以后愿不愿意经常陪我一块骑单车 一位女魔脱口而出 我还是坐在宝马里哭吧 有些人更是赤裸裸地喊出 让物质来得更猛烈些吧的口号 这些赤裸裸的拜金主义 引发舆论哗然的同时 也引来很多人的艳羡之情 这是社会病态 是价值观颠倒的重要表征 是中共党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变体 从共产党老祖宗的唯物主义 到现在赤裸裸的拜金 其实只有一步之遥 5.神丑时代 人的审美取位和道德尺度息息相关 正常人类欣赏的是美好的 纯正的 善良的 光明的艺术 当人的道德严重下滑了的时候 人就开始欣赏丑恶的东西 甚至把丑恶的东西当成艺术进行吹捧 这种所谓的艺术又会反过来 带动人的道德进一步下滑 最终使人成为非人 近二三十年的中国社会 把低俗捧为时尚 把丑恶当成艺术 中国有所谓艺术家吃死孩子肉 赤裸的身体上涂满蜂蜜 坐在厕所里以吸引苍蝇满身 美其名曰行为艺术 很多人惊呼中国进入神丑时代 以前的儿童玩具 人们都喜欢美的 好看的 现在的玩具越丑越怪异 卖得越快 一些网络名人为了博取出位 以丑为美 他们凭借惊人的言论和行为 挑战人们对丑陋怪异承受的底线 不以为耻 反以为荣 很多年轻人甚至艳羡他们的一举成名 更加不可理喻的是 在中国多个城市 都出现了以厕所为主题的餐厅 把餐馆装修成厕所的风格 用变气形状的石器成饭菜 并且供应大变形状的冰淇淋 据说顾客大多是年轻人 二 语言 一 僵尸一般的党化 解体党文化一书 曾经系统剖析过 中共治下党化泛滥的情况 比如相互叫同志 还有典型的党八股词汇 承载党文化物质磨厂的长期运转 一 会议精神 路线 认识 思想汇报 中共邪教的精神控制手段 二 领导 单位 组织 档案 证审 户口 监控严密的组织形式 三 宣传 贯彻 执行 号召 劳模 上级 代表 委员会 等级森严的组织结构 四 奋斗 自我检查 斗争 批评与自我批评 煽动斗争 为党充电 从幼儿园到小学 中学 大学 中国人从小就浸泡在党化里 小学生写作文要写 红领金永远跟党走 我爱某某党 听党的话跟党走 一直到成年之后 还要写学习某某大 报告心得体会 在中国的大街小巷走一走 从延安时代到走进新时代 各个时代的红歌仍然满天飞 有人可能不以为然 觉得时代变了 现在人即使是使用这些语言 也不再真心相信了 可是问题在于 即使不真心相信 绝大多数人还是在使用这些语言 这说明党化附体在民族语言之上 就像一个毒瘤越长越大 被覆着的生命体 甚至反过来依赖这个毒瘤 更不可能把它割除净进 做人以成为本 共产党靠暴力和欺骗维持统治 说谎是中共官员的必备素质和拿手好戏 六四屠城之后 新闻发言人面对中外记者的提问 脸不变色心不跳地说 天安门广场没死一个人 十几年后 中共倾举国之力迫害法轮功的时候 其发言人又大言不惨地说 中国人权状况处于历史最好时期 小孩子从小被教育说谎 政治课 历史课 语文课充满谎言 答题的时候绝不允许越雷池一步 这样的孩子长大以后 说谎张嘴就来 没有任何负罪感 从政府新闻发言人 到喉舌媒体的新闻联播 焦点访谈 从各级党官的报告 到文史方面的学术研究 从公共领域到家庭生活 中国社会弥漫着数不清的谎言 人民日报只有日期是真的 其余都是假的 这都是几十年前的认识了 中国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谎言的国度 敢于说真话讲真相的人 凤毛麟角 被视为异类 甚至被联合绞杀 这是中共全面败坏社会道德的 直接恶果之一 三 大行其道的匹化 古代中国可能是世界历史上 官员文化教育水平最高的国家 汉代开始 中国开始有比较完备的官员临选制度 从隋朝开始一直延续到 清末的科举制度 选拔了大量的优秀人才进入政府 辅佐皇帝治理国家 从流传下来的正史和各种史料来看 中国古代政治和社会的文明程度 令现代人惊讶不已 温柔敦厚的诗教 温良恭俭让的古训 都是古人说话平和 宽厚 谦让 礼貌 匹子语言从来不曾登上大雅之堂 这一切到了共产党这里就彻底不同了 中共起家时就是流氓无产者 中共党魁的匹化 堂儿皇之的进入文件报纸文集 甚至诗歌中 成为民众效仿的对象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 千头万绪归根结底一句话 造反有理 为了世界革命的胜利 我们准备牺牲三亿中国人 上边放的屁不全是香的 这里也有对立 有香也有臭 一定要嗅一嗅 此后 共产党每一代党魁都如法炮制 放狠话说歪理 邓小平的学生娃不听话 一个机枪帘就解决了 江泽民的闷声发大财 针对法轮功的 名誉上搞臭 经济上截断 肉体上消灭 不管是内容还是表达方式都邪恶至极 上行下效 暴力之气席卷了全社会 4.铺天盖地的脏话 中共的堕落是无底线的 中共造成的中国人的堕落也是无底线的 现在很多空虚颓废的中国人 只好靠骂人来维持心理平衡 用说脏话来宣泽心中的愤懑 用自我作践来显示卑微的存在感 几万人在一起大声吼骂脏话的场面 成了中国足球赛场上的常态 种种自我作践的语词成为流行语 被网民每天千百万次的使用 中文网络上充斥着各种难以引用的粗口 现实生活中 甚至妙龄少女在大庭广众之下 也可以肆无忌惮地说脏话 使用如此粗俗语言的人 其精神世界是多么的肮脏和荒芜 三 行为低下 中国以礼义之邦著称 先勤点击三礼 周礼 仪礼 礼记礼 详细记载了中国古人极为丰富优美的礼仪 也探讨了礼的天道根源和礼背后的哲礼 这种礼的精神一直延续到中共建政之前 有人也许还记得 1949年前受教育的老年人多么彬彬有礼 可悲的是中共统治几十年后 这一切彻底被毁了 礼必须有节 节就是节文及规矩 古代儿童启蒙 首先教的就是撒扫应对进退 这些生活中的基本规矩 老一辈的人常说 做人要有做人的样子 这句浅进的话里面包含了很深刻的道理 神给人规定了行为规范 并且通过典籍、礼仪、习俗等一代代传承下来 家规家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的家规家训延续了几千年 说明它的存在对于家庭和社会确实具有重要意义 三国时期诸葛亮的《借子书》、唐太宗的《借皇属》、 康熙皇帝的《庭讯格言》、南北朝时期 言之推的《严氏家训》等 都是做人和维系家族自治的规范 对于后代教育、家庭伦理、家族事物、自身修养 为人处事、兴家立业、报效国家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直到中共篡政以前 中国民间仍然流传着大量的家规家训 成为人们立身处事的基础 有人曾经总结过流传很广的家训30条 其中包括 不许不称长辈为您 不许抖了腿 不许不叫尊称或名字就说话 不许当众扎唬 不许说瞎话 主人动筷子客人才能动 回家要跟长辈打招呼等等 虽然看似琐碎细小 但对于规范个人行为融洽人际关系却非常重要 人的行为举止是人的教养、德性与智能的外在体现 中共破坏道德 让人言谈举止 随心所欲 没有规矩 行为低下 把很大面积的人群变成劣等的人 中国古人重视人的仪表 让人站如松 坐如钟 行如风 卧如躬 现在的中国人很多弯腰驼背 走姿站姿 奇形怪状 姿态不雅 气质不佳 在国际上 中国游客的行为常常让人侧目 他们大声喧哗 在名胜场所吸烟 随地吐痰 随意插队 随意攀爬名胜古迹 中国游客数量激增 且不讲文明 令瑞士人感觉受到挤压 有旅客投诉中国人在车上随地吐痰 并粘在其他旅客的鞋子上 为解决这个问题 瑞士人给中国游客增开了专列 更有甚者 2015年 一名中国女子在英国巴宝利名牌专卖店门前 把着小孩大便 2016年8月2日 在圣彼得堡参观的中国旅游团中 一位母亲 为了让自己孩子上厕所 直接就让小孩 在俄国皇宫 叶卡捷林纳宫大厅历史悠久的 豪华硬木地板上小便 事件震惊 所有叶卡捷林纳宫的工作人员 从馆长到普通服务人员 都赶到现场查看和处理 工作人员称 这是历史上首次发生这种事情 中国人的素质真的那么差吗 其实并非历来如此 现今国人的素质低下 是共产党数十年如一日破坏传统文化的结果 4. 人像怪物不像人样 相由心生 人心的变化会影响到人的外形和表情 在中共的摧残和变异之下 中国人不光心灵变得荒芜 粗利 连外形和表情都变得不一样了 近年来社会上老照片流行 现在的中国人开始怀念 从前人的质朴和纯真 晚清民国照片上的人物形象和气质 像个人样 男人像男人 女人像女人 能体现出人的优美仪态和传统文化的基点 很多人看到自己祖辈在几十年前的照片 纷纷感叹那时人眼神中的纯净和善良 不管在东西方传统的影视作品中 正面人物形象一般是美好的 令人向往的 反面人物的形象举止是相对负面 丑的和低下的 中共见证之前的人 是在一个正常的文化中成长起来的 正的因素居多 因此外形和表情都充满正气 这样的演员演坏人 往往要反复揣摩 怎么变坏 仍然很难学相 现在中国大陆的演员 是在中共党文化的毒性土壤上成长起来的 外形和表情正的因素不足 邪性脾气霸道 流利流气不正经 演好人要学还学不像 演坏人不需要学 自然而然的演就很像 过去的人把妖气磨性当成贬义词来用 随着社会上负面因素的增加 现在竟然有人用 有妖气赞美演员有气质 有才气有创意 磨性成了一个正面的形容词 用来形容人事物古怪又不乏取位 年轻人经常用这个人真是太魔性了 魔性的笑声等等表达赞许之情 有妖气变成了漫画网站的名称 妖怪管理局成为电视剧名称 该剧组以每个人心中都注着一只妖为主题 面向全球争取有妖气的演员 这从侧面表明 经过文化的破坏 人们的审美观发生了多大的变化 当今社会的许多中国人气质和形象 庸俗丑陋 不修蝙蝠 油腻猥琐 穿衣服花里胡哨 睡衣出街成了社会常态 现在很多男孩子无阳刚之气 说起话来嗲声嗲气 娘娘腔 以身材纤细为美 染着头发 眼神飘忽迷离 扭捏作态 不男不女 衣服窄窄的 半截裤子 头发剃得要么像茶壶盖 要么像鸟窝 或者留很大一团像假发套在头上 女孩子穿着中性 发饰奇怪 面无表情 眼神阴冷 受斗争哲学影响 传统的温柔贤惠 被强悍钢尖替代 越来越没女人味 社会上流行卖萌 装嫩 装酷 成年人的行为向低幼发展 不分场合的撒娇和打情骂俏 不用和古人比 就和几十年前比 这样的人已经远远低于神给人规定的 仪表和行为的规范 表面形象就像怪物一样 这还是神造的人吗 神还承认这样的人是人吗 这样的人不危险吗 孔子曰 五十而知天命 六十而耳顺 七十而从心所欲 不于举 传统的中国老年人因为其智慧和经验 自尊和仁厚 是社会中最受人尊敬的群体 清朝康熙帝曾经两次在畅春圆和前清宫举行千首宴 宴请65岁以上 蒙 满 汉 文武大臣以及治世人员打千人以上 前清宫的两次宴帝上 康熙与父习老人们非商饮宴 皇子皇孙们势力观礼 并为老人们针灸 为纪念这两次盛会 康熙帝集习有父 千首宴施一首 并命大臣们赴施济世 时至今日 很多老年人的行为却常常令人侧目 广场舞暴走团扰民引起投诉已经不是新闻了 2017年6月 洛阳广场舞老人同年轻人争夺篮球场 不惜对篮球少年挥拳相向 各式各样的碰瓷 讹诈 手法 花样百出 受害者有冤难深 有苦难诉 造成老人不敢扶 儿童不敢护的社会怪象 一位老人自己故意往车上撞 想讹取赔偿 还理直气壮的说 我这不是老了吗 意思是自己年龄大了 做别的事做不了 为了弄钱 就做这种坏事 自己还觉得理由很充足 西安一位老人在公车上因为一女孩不肯为其让座 竟然一屁股坐在女孩身上 有些城市甚至出现了老头户外集体买春的不堪情景 有人调侃说 不是老人变坏了 而是坏人变老了 这样的事情绝非偶然 中共见证后出生的几代人 渐渐步入老年 他们成长的年代 恰好是共产党发动的一次次政治运动的时代 这些人不但没有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 反而被灌输了中共的阶级斗争学说 骨子里是邪灵埋下的恨 他们亲历了文化大革命中的打砸抢 有些人自己就是红小兵 红卫兵 他们的种种不文明举动 无非是延续了年轻时候 中共培养的行为模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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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Burke复充断